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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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安慧除了《大长睛》之外 最出名的莫过于2008年主演的电影《夜晚与白天》 朴安慧还靠该片夺得釜山影评最佳新人奖 演艺之路如同开挂般一样 特别是两年后又拿下RNBC演技大赏 别看朴安慧在剧中霸气侧漏 什么角色都拿捏非常到位 但私下的她 其实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正当众人都期待她能成为顶流时 她却突然在事业当红妻选择为爱隐退 可惜换来的并不是幸福 而是满身伤痕 30岁转身嫁给大四岁圈外富豪 不仅遭遇流产 还在生下双胞胎7年后惨遭抛弃 朴安慧都经历了什么 2007年 朴安慧通过朋友认识自己的老公金韩谢 消息一出 引起不小的关注 要知道 韩圈大多数女星 最后的归属都是嫁入豪门 不管理应爱 还是惊喜善 甚至全志贤都不例外 而朴安慧与金韩谢相恋一年 就步入婚姻殿堂 婚礼上 金韩谢几乎给了朴安慧世界上最大的浪漫 单单钻戒价值 就高达235万港元 更别说超过300平米的豪华婚房 婚礼嘉宾 也几乎是来了韩圈半壁江山 其中包括韩采英 池圣等偶像 豪华程度并不输给其他艺人 而朴安慧婚后 跟普通人一样当起家庭主妇 可看似幸福的背后也遭遇过几番波折 特别是第一次流产的伤痛 导致朴安慧内心受到严重的打击 直到2011年才顺利生下一对双胞胎 对此 她的丈夫金韩谢 在育儿日记中坦言 会与双胞胎儿子一样 永远守护朴安慧 让朴安慧成为人们羡慕的豪门阔态 然而同样嫁给豪门 崔真实却没有那么幸运 怀孕期间还被赵成名家暴 最终走向极端 所以朴安慧算是嫁给了爱情 而朴安慧为了让丈夫生活得更好 甚至每天早晨都给对方准备早餐 当采访中被问到为何甘愿当全职太太时 朴安慧表示 并不是婚前把工作当作结婚条件的人 所以婚后想立刻退出演艺圈 但这并不容易下定决心 好在公婆并不支持自己做演员 这才让他有动力真正的退出 不仅如此 朴安慧还透露了与金寒谢婚姻背后的故事 两人当初第一次见面互相无感 直到再次因另一个朋友重逢 才让他们开始产生情愫 还表示丈夫不仅英俊帅气 就连性格都特别温暖 因为对自己体贴才决定嫁给他 可朴安慧表面看上去很幸福的婚姻背后 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吗 答案当然是不 他与丈夫婚姻走到第十个年头 便分道扬调 2018年 朴安慧在毫无预警下 宣布与金寒谢结束十年的婚姻 并把与对方有关的照片全部删光 并对外称跟丈夫的性格差异 以及价值观不同而分开 此消息一出 震惊无数人 要知道 离婚之前 朴安慧被誉为嫁给爱情 原本可以像李英爱那样名利丰收 不料熬过了七年之痒 却没能换来完美的结局 离婚后 朴安慧获得的双胞胎儿子抚养权 但为了各种家庭开支 告别荧幕十年的他不得不重回事业 办理完分手手续后的当年 朴安慧一口气就接了四部戏 金泰西主演的Hello 我是鬼妈妈 黄正英主演的《双甲路边摊》以及TV Chosen 复仇吧 就算是默默无闻的电视剧也会有朴安慧的身影 这让他与现在还是非女主角不演的李英爱 已经是不同轨道上的人 电视剧《恋木》正在日夜赶拍中 朴安慧也会有戏份 这一次他要出演的是男主角陆云的母亲 44岁的朴安慧就要当上26岁的陆云的妈 女演员的黄金期真的很短 新剧中朴安慧饰演的金氏夫人 是一位名门望族出身的美丽贤淑的贵妇人 这对于曾经已连生而闻名于亚洲的朴安慧一点难度都没有 这一部《恋木》之后 朴安慧还约了下一部作品 一部名为《再次飞翔》的音乐剧 总之 这位单亲妈妈的日程是相当紧 出道时 国外人称朴安慧为国外的王祖贤 虽然我们看看好像和王祖贤并不怎么相像 但是再一次复出 朴安慧又再一次戴上王祖贤的头衔 能师出有名对于女明星来说也是件好事 事业遭遇不顺后 感情也一直沉迷 当在综艺 我们能再次相爱吗 上 无数次被问到会不会再婚时 只说了一句不确定 如今 朴安慧已经离婚五年了 她独自抚养双胞胎 生活过的也算平静 不过单亲妈妈并不好做 刚离婚时 她曾有过亲生的念头 后来转念一想 自己的孩子需要母亲 这才放弃了自杀的想法 两年的时间里 朴安慧既要在外面参加综艺活动 客串配角来养家糊口 又要花费大量精力 时间陪伴儿子 生活充实 但也令人心酸 不久前 朴安慧在社交平台上晒涂火了 晒出的图片 正是她为儿子整理行李箱的对比照 行李箱的变化 令朴安慧十分感慨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孩子已经很大了 虽然这个过程漫长又艰辛 但是看到孩子的长大 心中也觉得很安慰 单亲妈妈带孩子的辛苦 我们肯定理解 但绝对不能感同身受 如今45岁的朴安慧 已经重新振作了起来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的人气已经下滑了太多 她能重新翻身的机会很小 虽然她的美貌还在 但是比她漂亮的女演员多的是 所以 她现在也只能在电视剧里面 演很小的角色 粉丝对她当年退圈感到很遗憾 但是也支持她现在的决定 希望她的演艺录能顺畅一点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